现在让我们有请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先生讲话 大家欢迎 尊敬的学校主任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参加第32次 孙中山送请您经验地的联系会议 我仅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 对本次会议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我们远到日来 逆临现场的各位代表 和在线观看的各位朋友 要是诚挚的欢迎 孙中山先生和宋清玲女士 是大家公认的一代委员 革命抗力 2016年11月 习近平总员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成150周年大同胜指出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驱 一生以革命为己任 立志救国救民 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标平舍策的动线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 孙清玲女士是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国际主义 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他在1938年亲手创办了中国福利会 2018年6月 总书记在至中复会成立 80周年的贺心中指出 中国福利会秉斥永远和党在一起的 坚定信念 为我国父与儿徒事业发展 促进祖国统一事业 发挥了独特作用 孙中山先生和孙清玲先生 鞠躬尽瘁 大国无私 为中国革命事业 奉献了毕生经历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在长期革命生涯中 形成的伟大思想 他们留下的爱国情怀 崇高品格 高尚情操 这些已经成为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 重要友谈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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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